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打枪的日子 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我肋骨还是很痛 但愿今天没有人会帮往我的肋骨上打 你之前打过枪吗 不算真的吗 游戏那种就不算真的 那现在就对打枪这件事情 不是说其他的有什么 很期待 但是主要我现在右侧的肋骨就是隐隐作痛 然后如果是动到大眼就是聚服的疼痛 所以我打算用左边打可以吗 左撇子可以打吗 我不是左撇子 但我左手可以稍微用一用 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左手 我这个话接不上 那你觉得你今天会打打的成绩会怎么样 打的什么 打的成绩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你觉得你会得第一 不确定 但是我肯定不会是最后 我觉得 所以说你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老虎 因为我其实对瞄准这件事情 就是掌握度没有那么差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八位里面可能都比我更差的吧 所以我觉得不会是最后一位 那你预测一下第一跟最后是谁 第一跟最后 我觉得其实如果从外表看来 好像就是我们A队的队长 好像感觉像是很强的样子 但是他 其实我知道他的性格里 他其实是有一些其他一些方面的 有一些恐惧 有一些薄弱的环节 所以我反而认为 我反而不会认为他在这个项目中间 会有一个绝对的强势地位 可能我想想 可能Emily可能她很喜欢挑战自己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伤的话 我可以跟她PK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内容 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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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兴地去玩耍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想看看 其他的其他的队友 我觉得Branny Linda都还好 那个张什么 张愿宁就我觉得 他应该不太擅长这类的项目 我猜测哈 所以我觉得 可能还是我们这种多肉动物 比较擅长的设计 因为我觉得好像设计队 都也不太熟 熟的样子 好 试一下 行 那好 必须你们玩得愉快 谢谢 好 好 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